喬喬兵跟時空妹莎莎 兩位兩岸當紅小童星 第一次合作拍導演朱妍平的國片 天生一對 氣裡兩小無猜 戲外卻是歡喜冤家 一起表演跳舞合作無間 不合鬥嘴的場面隨時上演 聽電話話的時候回來別插嘴 我都跟你講 你們兩個會聊天嗎 嗯 平常 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 我不是叫你別插嘴 在大陸就以情緒容易失控 而取名為失控妹的莎莎 小小兵跟她數度交手 一度還沒有招架之力 說有一次我吃早飯的時候 這樣我們倆噴到一起了 然後我聽到的情感 消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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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 我沒有說 嘿 有 他跟你說的嗎 然後 他就跟我亂講 然後我就 我有感 我有敏感的 他心裡有點說 消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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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來失控妹是幻想 但可別隨便含血噴人 小小兵可不是好惹的 趁著失控妹講話的時候 她掀衣服 抓癢 搶版面 你先吃露點 哇 你看露點 男女有別啦 小小兵今年六歲 個頭卻比五歲的莎莎 矮了半截 這可涉及男人的面子問題 還真尷尬 她小一歲 對 她五歲 六歲 妹妹營養比較好 妹妹營養比較好 可是我比她高 因為她是戀高鞋 那可是 我把鞋子脫掉 我也有了 突然發現 周杰倫跟林志玲都對白了 看來兩位小童星合作 果然激盪出好大的火花 一件事陳偉毅 陳怡強 墾丁採訪報導 謝謝觀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